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市府的员工晖汗如雨 不断的在忙着打包行李 赶在最后期限 而12月27号这一天 据说到时候搬完 民众恰功就要改到台中新市政大楼了 我们来先看这则最新的报道 县市合并台中县市抢头箱 开始搬家了 这个盲字可以形容 有人卖银鸡 有人拼命开箱上架 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东西通通要归位 公务员在这一天好像变成了搬家工人 这应该三车四车 差不多吧 他是回来 这个是搬家公司帮我们办的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 民教新市政大楼 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 又大有新新的办公桌和新的办公椅 等着主人到位 这回搬家还真的是大工程 还要翻成两阶段 台中市在25号前就要归位 台中县则要等到25号之后才能进驻 时间来讲话这样来得及吗 应该是没问题啦 因为现在我们台中市的部分 应该是比较能按部就班 但是台中县的部分 因为他们是25号合并才升下 就算忙也要忙中有序 未来从12月27号开始 县市合并 展新的新市政大楼 就要和大家正式见面 热讯公寓的台中采访报道 好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忙碌 可是事实上我们将看到 接下来那么是不是真的 有所谓的叶尔新效应 有所谓的诸侯政治发酵 那么到时候要怎么来看 这个五都升格真正生效以后呢 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当中 几位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好 先为您介绍是资深媒体人 陈东豪 东豪欢迎你 大家好 立法委员张显耀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光晴 大午安刘亦宏 大家好 还有前立委沈复雄 大家好 好 我想一开始 东豪你是台中人 这两个地方 他们虽然是打包在搬家 可是并不算很远嘛 其实对台中市的人应该还好 因为新的市政大楼 他就在那个 靠近比较靠近文新路这边 那就是市政大楼过去在自由路 然后还有一部分 是在黎明星村那边 那其实就台中市的人来讲 大概影响不大 那而且那个新的市政大楼 其实他那个 有一次去看 他那个外墙 有点像玻尼帷幕 又不像是玻璃帷幕的 好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建材 材质 建材很特殊 他那个如果有阳光的时候 会闪出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颜色出来 那听 其实远看的时候是还蛮漂亮的 但是他很狭长 很狭长型 所以我有一次在那边走 那会不会在那边很容易迷路 我觉得会 我觉得那个未来 如果你去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适当的质疑 一定会迷路 因为它非常大 而且前后 它是长条型的 你前后走一趟的话 其实要花蛮长的时间的 其实脚还是有点酸 所以对于这个办公的人来讲的话 差不太多 洽工的话呢 应该也不会太多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个高雄的这个情况 我们不晓得怎么样 这个张伟员 可以请教一下 高雄的情形是什么 现在因为高雄市加现在的高雄县 合并升格以后 高雄市当然影响不大了 但是对高雄县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来看小邻村 纳玛夏村的村民 现在变成市民了 他如果到高雄市政府的话 要跑多远呢 他车程至少一个半小时 那再举个例子来说 现在有很多 已经有很多民众 包括学校公务员 来跟我澄清 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原来我们规定 像例如说 学校老师校长 老师跟校长一般来说 你要轮调嘛 轮调以你的 这个行政区所在地 为所在 例如说高雄市 我在高雄市轮调 对不对 现在呢 这样高雄县了以后呢 原来在古山区 当校长的或当老师的 他可能下一次 就是明年 明年啊 轮调可能到六龟去了 那六龟也是在我们 大高雄市啊 可是离他家车程 可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诸如此类 对公务员来说 他们也开始有很多困扰 那恰过的公务员来说 也有很多 到底现在未来的高雄市市政府 在哪里 高雄市议会在哪里 现在第一种说法是说 市政府在高雄市 可能在龙16要新改市政大楼 在龙16那块地 那市议会呢 有人能建议 还是留在原来高雄县议会 那个县议会大楼 作为未来的高雄市议会 这样子可以达到两边 叫做市县平衡 市县平衡 但这个东西也没有最后定案 可能还是要由 25号宣示就热的 大高雄市议员 他们最后来做决定 OK好 那说到了这个台南呢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义鸿 义鸿啊 我看到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 说这个台南呢 现在这个警察 他们实在是在干嘛呢 他们觉得很受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以后要到新营去上班 那跟原来他们现在这个市警局 相隔大概有50公里 所以有人就说 我甚至还有到这个走廊上面 贴起布条 而且是抗议布条 说这样子的话 如此一来 他连早上呢 要去送小孩上学啊 都会有困难了 这个部分啊 可能对于这个 对于民众来讲 那是不是可能 他今天要去报案 可能也会造成一些 什么样的不便啊 不是 报案其实跟陷阱局 没什么关系啊 报案其实都是当地派出所 分局啊 所以警察部分 我觉得比较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啊 警察有的 比如说在警政署 然后一派 派高雄市 他要搬到高雄市 也要到高雄市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像检察官 警察这种一条边的 派你到哪里 澎湖到哪里 你都要去 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你既然是公务员 叫你去哪里 你就去哪里嘛 你不可能说 每一个人都有 离家很近 上班很方便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如果现在稳定了 譬如说 譬如说你这个派出所 或者你在这个分局 就不是那个首长的 不是调到好的单位 调升的 你基本上的远景 你假如在地方上办得不错 是不会把你调的 都是什么操守不好的啦 如果说在台北市 操守不好的 一定要给你调澎湖 调澎湖还不调澎湖本岛 调澎湖什么汪安七美 你就很远了嘛 那就表示你这个人 绩效很差 用调动来整你嘛 我觉得一般来讲的话 因为你服务民众 还是要有当地的单位嘛 那你表现好了在当地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不错了 原则上应该还会留了 像是 我刚刚讲校长 为什么古山会也调到溜龟 不会嘛 古山你在那边做得很好 当然是会给你在古山 就说很烂了 整你的才给你调到溜龟去啊 是不是 不过说实在 刚刚我们讲到台中嘛 台中县有一些员工呢 必须要到台中市去上班 那所以呢 现在也有所谓的纠团包车 每天呢这样子来通勤 那么大家可以分摊一下的话 可能一车坐40个人 那一个月呢 可能这个开销 维持在2000多块 否则的话呢 真的是会吃不消 好我们看看哈 这个南二都大台中市长 两头跑 上班以后可忙了 好先来看一下这个 胡志强市长 他呢 一方面要在七七冲化区的 新市政大楼来办公 但是此外呢 在丰原县府办公大楼呢 在那儿也给他放一个位置啊 让他来好办公 设市长室和接待贵宾室 来掌握台中县的业务 那么高雄市长陈菊则是 原来在市府四维行政中心 这儿不动 但是另外还有县府凤山办公大楼 两边跑 而看业务的需要 那有需要的时候呢 亲自前去 台南市赖清德市长 看起来挺忙了 原来的台南县府办公大楼 还有另外台南新营办公大楼 那么在这个两边呢 他都要来跑 那么现在成立一个 所谓的双行政中心的制度啊 包括一三五还有二四 这样子来办公 或者是上午在台南市 下午在新营 那么当然呢 要怎么样做 那么可能以后来是需要而定 好 这点这个沈大老 你这样听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台南市长赖清德好勤快 我觉得每一个当选的市长 不要抱怨 已经当选了 应该很高兴才有 我觉得有这些麻烦 对你是一个挑战 是你展现你能力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本来五都升格啊 当然有表面上看起来 或是长远看起来 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是背后呢是有一些政治动机 本来是三都变成五都啊 所以现在乱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那你有本事的首长 你就应该要把大乱变小乱 我觉得你看这个外国 有的浮衍广大的 不管市也好 省也好 州也好 有的比我们大 现在大家会觉得乱 是因为你不习惯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 这个首长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开始乱 大家也可以谅解 但是你要把大乱变小乱嘛 那比如说人员的调动 你就把它假设说 一开始就好像没有合并一样 你们在这里打转 我在这里打转 那渐渐打转打转 变成混在一起的话 就由不转变小转 由小转变大转 大家也都习惯了嘛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去讨论 这个开始合并以后 所产生的这种混乱的局面 我觉得当然是混乱 但是我觉得久而久之习惯就好 而且在过程中 哪一个市长做得最好 就连任嘛 所以我劝这些公务员 你要想到说 好庆幸我的组织啊 当选了 或是我的组织连任的 你要卖力啊 你要卖力做得好 五个都市都在比较 你做得好的话 你不要一天都好埋怨 说公务员 我是衰啦 我跟你讲 你做得好 你老板就会连任 你老板连任 你的金放完就保住了 好 光景啊 那我请教你 其实现在有在讨论了 就是到时候呢 是不是这些这个市长们 要列席愿会 那这个列席与否重要吗 那么其实他们好像 不能够参与到 什么样的决策 那好像听起来 只是一个旁听者 那如此一来的话 那列席到底是不是 真的很重要 而此外我们也讲到 所谓的这个叶尔卿效应 为什么要把这五个市长 比为所谓的叶尔卿呢 我们看看五个叶尔卿 分别是台北市长 郝龙斌 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中市长胡志强 台南市的赖清德 以及高雄市长陈菊 为什么要这样来比你 什么叫做叶尔卿效应 其实叶尔卿效应是在选前 就有这个社论提出 我这边有一个旧的报纸 是联合报 它提到五个叶尔卿大会战 那总共有五点 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 帮大家建构五个资助 它会产生一些效应 譬如说 你的这个地方到中央 你去取得这个 所谓的执政的参与权 它的这个梯子就变很短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中央地方的关系 变得紧张了 第三个就是蓝绿版图 现在就是更难去更动了 我们讲到南俄都 这个就看得非常明显 它的版图会僵化 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五都十七线 你五都变大了 你的资源变多了 那其他十七线 那个相对博多长就高了 这也是政府必须要解决 第五个就是财政大饼 它分配不全 那我刚补充一个就是说 台南县市在这个选前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西北焦虑 因为新宁是距离市中心是最远的 那过去有所谓的三山 就是说像凤山 齐山 甘山 但是凤山跟齐山的人又觉得说 那我们不如凤山 因为凤山是离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市政府中心是比较近的 其他都变副都心 那所以在这种种种 这样一个疑问之下 所以会有所谓的焦虑感 那另外派系 派系变成说 我现在没有这个资源 我们现在听这个 做大的这个所谓的 都的这个长官的命令以后 那派系之间的这个 所谓的过去的这种权力的架构 可能也被更改 就没有像以前就 话罪也跟当这种感觉了 那先建立这个架构之后呢 我们再看到说 现在谁要头大 过去省府 我们讲省长宋楚瑜宋仙恩 他过去有一个称号就是说 人家讲说他在省政府 他跳一跳 就是那个弹簧床 他在上面跳一跳 整个中央就要地震了 因为的确当初 所谓的业尔卿效应 从宋楚瑜跟这个李登辉 前总统当时候传出来 就是说 当时候就是说省长宣选 后来96年的总统只选候选 后来就选选 就是发现李登辉 始终不愿去帮宋楚瑜 就是他场子他从来没去过 有一次在嘉义市的时候 在嘉义女中 就宋楚瑜在铺子的时候 赶快驱车赶过去 后来就讲说这两个之间 会不会有什么心结 因为你从人口跟版图 他的重叠性非常高 大概七八成左右 我今天抑住你做大 你如果倒过来跟我拼搏的话 那自己会受到威胁 后来的宋楚瑜他 为什么被动省动价 有很多种因素 那最主要就是他当作争一个 叫财政收支划分法 他要资源 就我们刚刚讲的财政大饼的问题 如果给的不够 他就没有施政的这样一个筹码 所以他就常常在那边跳跳跳 他脾气又不好 一跳那时候的连战 当行政院长或后来的校团长 都很头痛 动省之后 他就变激动人了 等于是被省了 后来就连他政治生命 也因为很诸多因素 这不是单一因素 后来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变成说选后 大概有五个叶尔卿 五个叶尔卿 你看谁先最开炮 台中市长胡志强 我们想说你已经选的 这么难看了 你还率先开炮 说你如果未来中央 不挹注相当的金额的话 他没有办法做事 而且四年施政是做不完的 好像跟我们预约说 下次要做到17年那种感觉 那如果我们从财政大饼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分两种 一个是自主财员 一个是统筹分配款 我们想说各县市的首长 过去再征统筹分配款 结果你看这个数字 总共整个他们修法 就是整个新版的财政收支划法 将释出财员是982亿左右 那就开始分 本来说是新北市分到最多 261亿 后来这个数字有修改 变成说台北市 还是分到333亿 新北市226亿 其他县市平均分配 变成说他们都有增加 你增加相对来讲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你的这个 举债上限增加 举债上限我这边资料是 新北市的举债上限 是多了2000多亿 以前不是常常叫穷吗 你现在举债上限拉高了 再加上其他的这个资源 益住的话 包括如果你自主裁员 你筹得好的话 哇 那个真的是大的 这个业尔卿啊 所以你刚问到 这个列席的问题 过去 行政业会它是依照一个 所谓的我们讲的说一个 什么议事规则 其实直辖市两个 台北市跟高雄市的首长 是本来是不需要 过去省主席也不需要的 可是为什么要列席 因为这中间太密切 中间跟地方的建设 实在是太密切了 但是他没有议绝权 你就是坐在那边你只是听 那所以有的时候都派副首长去 可是现在头大了就说 你中间跟地方的关系 变紧张了 譬如说台北市要推出小地保 选前那个好龙兵先干了 中间就想说 裁员呢 我们的预算没编啊 那社会住宅 这个等等相关的问题 大家想说那你 等于先斩后奏了 你中间如果不易住的话 你怎么办 所以胡志强 先开炮之后 现在行政院长 他现在研究说 是要让他们列席呢 而享有逸绝权呢 还是说干脆把他们剁掉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你们 用你们的那个地方自治法 你们自己有这个自主权利 你们自己去做 可是你碰到预算的时候 你光到地方还是不够 那怎么办 那其他县市相对波多感 又怎么办 还有桃园县 它马上是准升格直辖市的城市 你怎么办 像有一个这个彰化县的远景 他们就有一个反弹 在选前就反弹说 你台中县的和平分局啊 你人口这么小 你那个管的市这么少 结果你们如果一升上去 反正两线市变三线一了 但是对其他县市的 这个远景来讲 他升多州少 他永远就是两线市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平衡的一个关系 如何去解决 这就是我们选完以后 要面对很庞大的这个问题 东豪就你们了解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 所谓的这个不公平的 这个现象会在之后发生 一定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那你说公不公平 到时候就看 这个五都的各自来如何处理 可是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先看到中央跟地方 因为其实 其实过去就有不断的争议 对其实我们还是直接看 看案例比较实在 你说在五都选业之前 过去中央跟地方 其实就有很多争议 更不要讲说那个宋淑仪先生 担任省长的时候 那个时代 光是好农民市长 他们时代就有了 你知道第一个警察人事选 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的 即使没有五都 在省匣市的时代 财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本来没有嘛 都有嘛 然后也像健保 当时健保废设 在民党时代的 也是争过的 就是那个听传比例的问题 然后像刚才光临讲 小弟保 小弟保那是最典型的 那已经是国民党执政了 可是小弟保那块地 是国防部的 如果他要化规出来 使用的时候 也要先到国有财产局 所以台北市其实原则上 你是不能一下子 就是决定怎么用的 可是当时 好市长是就提出来的 那个社会住宅 小弟保的事情 那这个都要协调的 然后你在像公益人考基法 那时候是李永平在 那个行政院内 行政院院会里面反对嘛 3%的那个阴性规定 平等的 然后像营养午餐 教育部要全面废纸 那公益人是反对的 然后还有一个民进党 曾提出来的 有关寿山的采矿令 有关水泥的 那公益人是反对 很多事情本来就会 中央地方会有许多不同 但是现在比较好玩的是说 一旦有五个五都市长 列席在那里的时候 你这行政院院长坐在那边的时候 你是要先跟你的阁员对话呢 协调事情呢 讨论事情呢 还是要跟这五都的市长 去讨论事情 到时候那个开会的效率 一定会出问题 但是你如果不邀请他们列席 就变落了一个不尊重 光是这个程序性的问题 就够他们头痛了 这个程序先后会有差吗 神大佬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看也不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好农兵都列席过了 陈隋变也列席过了 好农兵市长还讲 他花博他要中央补助 不但列席 而且还用书面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在计较说 你书生他们没给我钱 对不对 所以都列席过的 现在只不过是一个 变成五个而已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那讲到叶尔钦 我觉得理论上是有这个忧虑 但实际上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 当年俄罗斯一个叶尔钦 中央就头痛了 现在哪里来了五个叶尔钦 我觉得这个不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你就事实来讲 现在北部二都 好农兵跟朱立伦听话得很 全力配合 那南部二都现在联手 就好像当年的吴三桂加耿金钟 加尚可喜 那现在有问题是中间这个都 这个胡志强 那胡志强我同意光学的讲法 但是胡志强最近对我很感冒 因为不是我讲的 我是讲说你的体力比上山下海 不如苏嘉全 这有什么不对 是你自己把它讲成说你知识不好 还有是主持人的关系怎么会怪到我身上 但是我还是今天必须讲 胡市长你当选以后 马上向中央喊话 是非常不得体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幸亏国民党三比二 赢了表面上的三席 如果倒过来 三然二难道要表决吗 你要表决你就输定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北二都都乖乖的 你何尝也关一笑 那我站在中央替马英九 或者吴敦毅政府着想 人家南边两个都要配合 要合力要怎么样 好你应该乐观其成 我觉得我要是马政府 全力配合 而且加重建设就是 想要你听话好声 我如果是马政府 我何妨重南清北 没有关系 这个就补证过去的重北清南 好好给你有成绩 你也说那个是民进党的政府 所以我成绩我轮不到 这个是错了 就是全力 如果说全力配合他 全力帮忙他 全力讲助他 票还是不进来 这不一定 你不是说带一个女孩子去看电影 明天就答应嫁给你 你这一场电影看了没有效果 下场再看 再看 看一年 对啊这个小钻戒 不孝 再补一个大钻戒 我还要走到等到有一天 你变心嘛 对不对 我先讲一下 我是觉得 沈大老祥是很有道理的 谢谢 其实以台湾现在 目前这种情况 你只要中央执政做得好 下面首长真的要给你畅缓掉 也很难 就是因为你有些东西 施政做不好 下面要给你畅缓掉 他才有力量嘛 那难道这些五都就是越尔卿吗 花莲的傅困期呢 我那个 花莲的傅困期不是越尔卿 你也不给我弄 我带人绕到高雄 到台北来给你抗议 逼着你 傅儿亲 那个叫傅儿亲 大王 那叫傅儿亲 那么小的花莲才 三十几万人口 怎么样呢 你就要做好 你做好 能大众能了解 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 上面要做什么 下面什么民意反应 老实讲 地方首长 跟中央 不是没有管道 他怎么会没有管道呢 同党的 他有党内的机制嘛 没不同党的 有立法委员 有什么 都可以都可以谈的 那这种东西假如说 不能做的 你带多人来 你也没用啊 那你该做的不给 该做的不给 傅君君可以 澎湖线可不可以 澎湖线 坐船来 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逸宏不断的在为澎湖发声 你的家乡 那个立委 这个是不是可能成为一个 居中协调的角色 请教一下张委员 那刚刚我们在讲 地方是不是真的日后 可能会对抗中央 这个气氛会兴起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就有所谓 南二都结盟的态势嘛 这个毕竟也是不争的事实 你的见解 第一个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不大 就这么小一个台湾 行政院院会 大家可能误解了 行政院会 一个中央担任市长的 担任大都的市长的人选 他面对最大的是 他自己的市议会 他如果连他自己的市议会 都不怕的时候 他怎么会怕参加行政院院会呢 第二个 行政院会主要是讨论 所有中央 就最高行政机关 讨论的中央所主管重大事项 所以其实我个人来看 五都的市长 参加行政院会是力大于弊 例如说我们像最近在讨论 二代健保的问题 对 那你让市长也来参加行政院会 所以如果今天下午 卫生署送来的版本 好了 那他们如果可以参加 院会的话 假设了 到了这个月底 或下个月初的时候 请他们五都市长来 在行政院会 大家一起讨论 为什么 因为他要看到 到底未来每一个都你的负担 怎么处理 他们的问题怎么样 他回去之后要先研究研究 大家有共识推出来可行 就没有争议 就没有争议 这是一个好事 第二个来说 我借用一下 刚刚提了几个问题 警察人事权 其实警察的人事权 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过去到今天为止 其实我们都希望 警察人事权最好是 中央地方一条边 警察也是这样子 自然才可以改善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现在是中央跟地方 尤其是五都可以协调 所以最近我来看的话 很快的五都的局长 人选都出来了 那么下面的分局长也好 其他的警官 我看很快就可以处理 这个月25号 一定可以全部处理完毕 那换句话说 其实让五都的市长 参加行政院会 他一方面可以把他的需要 他可能需要建设的经费的问题 协调事项 跟中央去反应 你直接跟院长 跟中央各部会首长 内政部长 交通部长 经济部长都在做 经济会首长也在 一起来讨论 这是一个好的 我从第一个好的方面来说 第二个来说的话 可能我问目前 执政党的三个市长 都没有问题 那么非执政党像民进党 例如台南市或高中市 我个人来看的话 赖清泽第一次做行政首长 赖清泽他会很配合 他到目前为止 台南县市现在目前的问题很多 他很多地方还是需要 中央帮忙协调解决 至于说陈菊 我们大高中市长 陈菊有很多很多市政问题 琳琅满目 没有中央去协调 根本无法处理 例如说现在高中的市中心 开始往北移 在古山也好 在左营 这一些大概有50%到60%的地 都是军地或营地或眷地 如果国防部不释放这些地 协助高中市政府的话 他的建设很难推动 这些陈菊市长都需要中央去协调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中央跟地方合作的话 也有绩效 地方首长就刚刚大佬所讲的 你有成绩 四年时间也很快 民众会看 你们做出成绩 是能不能连任的中央关键 第二个 如果你每天跟中央呛下的话 你的市政做不好 第二个 如果你中央不照顾地方 地方没做好 他也怪你中央 是不是 所以我很同意 刚刚大佬讲的一句话 我们要倒过来 一定要中南 但是不要清北 要加重重视南部 不要清北 北部也是很重要 南部要加强建设 我很赞同这一点 南部执政党 继续在高雄扎根 协助高雄 协助台南 我可以确定 很快的时间 其实看电影 不一定要看说 一次两次会有结果了 可是搞不好吃个两次饭 一个月两个月都有结果 开花结果 可能会有机会 你想你的讲话 为什么跟我不一样 因为你有在选 我没有在选 所以我在这里 我是很有信心 最后一个 刚刚大家提到的 我觉得不管是赖清德市长也好 陈菊也好 或胡市长也好 你跑了很多地方去办公 我觉得那个还不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明年这些五都他的预算 除了台北市以外另外四个都尤其是中南部 他在明年1月31号以前他要完成明年预算的编列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要完成预算的编列 然后在2月送到市议会 市议会要在两个月完全审查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赶 所以能够在一个月完成整个预算 不容易哦 不容易 你现在是 例如说台南县市 高雄县市 台中县市 合并升格 你的预算编列 我觉得很多的问题 这个预算是目前他们面对最大的问题 待会可以继续来请教一下委员这个部分 马上回来